宝宝现在是我带你和妈妈来看一下高尔书球场 一个教练在中间教大家怎么样打高封球 一个教练在教其他一些人在看 看到了宝宝 打球是要有教练的 没有教练不行 教练很重要 刚才教练跟爸爸说了 爸爸打的有几个动作不对 爸爸赶快听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的 有很多动作爸爸没做罪 高尔书球是任何球类运动都是要有一个教练 宝宝看到了没有 这是三件衣服了 几件衣服了 高尔书球场专用衣服 专用球场的衣服 这一件是蓝色的 右面是白色的 左面是淡红色的 浅袖 短袖衣服 短袖短裤 宝宝看到了吗 短裤 这个颜色搭配 宝宝的妈妈还有宝宝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 好看的话 宝宝举一下手好吗 宝宝举一下手 这红色的衣服好不好看 宝宝 耐克的衣服 这衣服专门是打高尔夫球穿的 所以衣服也是挺有讲究的 也不是说随便可以穿衣服 高尔夫球一般也穿高尔夫球的衣服 宝宝看到了吗 我们再看下一组衣服 下一组衣服不是太远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这下来又到了下一组衣服 刚才是男士的 刚才是女士的 现在是男士的 宝宝看一下 看一下宝宝 这个衣服怎么样 好像这个红的还是女的 看着比较合适 白色的 还有蓝白条条的衣服 宝宝看到了吗 看到了举下手吧 宝宝专门打高尔夫球的衣服 宝宝喜欢这些衣服吗 宝宝喜欢这些衣服啊 喜欢这些衣服是打高尔夫球才穿的 不是随便在家里穿的 宝宝知道吗 宝宝知道吗 好 知道一下 宝宝叽腿吧 宝宝转过身来 我妈妈那里看一看 我爸爸这里看一看 转转眼睛 头扭一扭 转一转脖子 宝宝 乖 我们看下一组衣服 下一组衣服在不远的地方 这一组 这有四件了 这是长裤 就是长裤 七十三 七十三是灰色的和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 这一件也是灰色 不过就是短裤了 我们看看这个料子怎么样 这个料子是布的吧 嗯 是布的 布料子 布料子做衣服稀罕啊 我们继续再看看这个衣服了 这组是什么衣服呢 宝宝远远的看一下 这也是专门的高尔夫球的衣服了 宝宝看到了吗 这个衣服就说是春秋穿的 比较看的比较厚一些 穿的比较暖和 就是好像是用防雨球做的 下雨天也可以打高尔夫球 我们继续走 好吧 继续走 看下一组衣服 下一组衣服呢 这个衣服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短袖了 这个长裤穿的比较帅 他们喜欢这条长裤 白色的长裤 加一个蓝色的上衣 这个样子看上去比较帅一些 我们看下一组 下一组是什么呢 宝宝 啊 下一组 风格也差不多了 这是短袖长裤 不过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太土 这个长裤的颜色太土了 爸爸不喜欢 宝宝喜欢吗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展示 红上衣 红上衣黑裤子 黑短裤了 怎么样宝宝觉得 觉得好的话就举一下手吧 乖宝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得地在转一转 这有个 搭了一个小舞台 搭了一个小舞台 大家在打高尔夫球了 这是个高尔夫球的一个展会 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场子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看一下 进来看一下 这个场子是 主要是展示衣服的 各种各样衣服 你看看 这个继续衫 继续衫的衣服 看到了吗宝宝 各种各样都是 大人小孩的继续衫的衣服 卖衣服的 我们看一下这件衣服多少钱 这件衣服得二十张元了 原价五十九块 九毛九 五十九 现在是二十块 是卖短袖的 各种各样的 也就是这一个专卖店了 卖卖打球的衣服的 看到吗宝宝 宝宝地面是什么颜色的 你能告诉爸爸吗 地面是绿色的 绿色是什么颜色呢 绿色就是草的颜色 草是什么颜色呢 草的颜色就是 宝宝正开颜色 草地上就可以看草的颜色 草的颜色是绿色 我们看看 绿色 为什么草是绿色呢 因为草里头有叶绿素 知道了吗 叶绿素所以就是 草是绿色的 我们对面这个衣服 就是绿色的 这个衣服是浅绿色的 宝宝知道了吗 好 我们下一次 再跟你聊别的话题 宝宝 要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要经常对妈妈说话 说妈妈我爱你 妈妈你快乐一点吧 你笑一笑吧 我也会笑的 好了 宝宝和爸爸妈妈妈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